本尊听古无说几位人族修士 一个眼神就能抹杀我 是你们其中一位 还是说藏起来了 你不配知晓前辈的存在 我们三人足以将你灭杀 就凭你们三个地性巅峰 还不够得 无许 这里根本没有强过本地的人 你们几个地性看来也就是最强的了 灭了你们 真元大陆就属于我魔族了 这是怎么回事 本尊怎么动不了了 前辈出手了魔族大帝 你完了 那个女人便是老大新收的奴婢 人族女帝啊 这等姿色老大真会玩 魔族小子交出吞天魔宫 本座既往不救 吞天魔宫可是我最大的秘密 从未对他人讲起自己修炼的功法 为何此人知道 小子本尊乃是魔族大帝 你就是苦无口中的大能前辈吧 答非所问 该斩 故弄玄虚的人族修饰 本尊才是真元大陆最强者 全部一起上 回了这里 这怎么可能 真元大陆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等强者 明明本尊乃是大地性境界强者 真元大陆至高无上的存在 怎会被一名人族修饰给拦腰斩断 什么 我去 前辈竟然一剑都把天给劈开了 我丢 麻烦了 不小心把天给劈开了 自己只不过是发挥了一万分之一的实力 竟然还把真元界的天穷给劈开了 早知道万年以前 就不把这方天道给灭了 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这真元大陆 一个大地境的都没有 随后 唐一从那时拿出几块补天石 补天石散发着无上能量 那是什么石头 竟然蕴含如此苦不乐的量 一出手就是我等没见过的保护 只能说我们是井底之蛙 随着补天石修补上天穷的空间裂缝后 整片天穷半起药以光芒 前辈不仅仅补上了天穷的空间裂缝 还使得周围灵气大增 第一次见识到 以密集之力 屠宗真元大陆的灵气 拜见老大 你们几个 舍得自己回来了 老大 这么久不见 我们磕枪你了 拉倒吧你们 二狗 这次表现不错 解封你们第一道封印 多谢老大 我心灵终于再次回到了扎地境 真元大陆的实力太弱了 现在本座预衍生天道 你们几个看着办事 什么 我们真元大陆没有天道 前辈 您说你要衍生创造天道 莫非我们真元大陆没有天道存在 不错 几万年之前 我斩杀了真元界的天道 前辈斩杀天道 毕竟是天道触目了前辈 天道最呆乱死呀 不错 此天道留着也是一个祸害 多亏了前辈出手斩杀 好家伙 我斩杀你们真元界的天道 不但没有追击过问 反而拍手叫好 衍生天道 只不过是本作 你补当年一目之错罢了 要开始了吗 我等此时此刻 即将见证天道的衍生 必然会有所参悟 是啊 能不能突破到大陆境境界 就看今朝